那今天禮拜五 今天放假啦 那 剛剛看了 這樣不知不覺 我們已經來到251集了 251集了 我們已經過了 8個月 預計我 直播一年的時間還剩下3個多月 那我昨天忽然就想到說251集 那離1000集好像也到了4分之一 那我們是不是來試著做1000集 你們會不會看到很煩 OK 這真的讓我 像每天播送其實讓我其實感覺 我自己也成長蠻多的 蠻多的 像對鏡頭啊什麼都 真的是變成快職業 已經是職業級了 唉唷 快 快差不多了 差不多 以後要上鏡頭是已經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所以感覺教學 有時候教學相長這件事情 我感覺在這個地方是真的 真的很貼切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利用這種方式 我把我的所知交給大家 然後我也用這個時間 在熟悉 在磨念自己一個對著鏡頭 空無人的一個鏡頭 我可以講的 自實在的 我敢滿滿佩合我自己的 所以就這樣 視線 然後慢慢看著說 我就是要看著那個小 小藍點 因為那小藍點告訴我 鏡頭在那邊 OK 那我們昨天 話不多說了 我們昨天講到 講到什麼 講到 美術老師 那今天我們還是對一些空間 昨天講色彩 今天我們講一下空間的一些問題 今天我們講包大人記 什麼是包大人記 包大人是誰啊 包大人是誰 包公 包大人記是什麼 意思就是講說 我們在買廣告 在做廣告 在做DM 在做文案的時候 千萬不要犯了一個錯 我之前曾經講過說 有什麼東西 你能盡量寫 把它寫出來 寫得完 寫得整 寫得好處 因為你不曉得 你的哪一個點 可能會觸發哪一個使用者 所以我們也就是說 如果沒辦法寫完的話 我們分兩種廣告 叫我們龍鳳太記 龍鳳太記我們是在做 做我們的廣告的訴求 但是回來一個點 我們一個廣告 除了要讓裡面的內容吸引人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那天講的 FB只給你0.25秒的機會 所以當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廣告 能不能吸引消費者 一下子就shack 讓它停留在我們空間裡面 那 這就一個很重要的點 當使用者看到我們廣告 會不會喜歡 會不會有愉悅 會不會有舒服的感覺 空間的配置就很重要 你不要把你的東西 塞個滿滿滿的 在你一個畫FB裡面的廣告 框框裡面塞得滿滿滿的 這樣子的話 我保證你 使用者一定滑過去 為什麼 好好壓迫力 你知道嗎 看了一坨東西在那邊 我看了就暈倒了 所以使用者不喜歡 看到一坨東西在那邊 所以我們在做廣告的設置的時候 最好就是我們一直在說 我們應該有留百 留百 留百 所以我們的包大人計 其實是要反過來 我們是白面包工計 白面包工喔 這是什麼 我們的內容物裡面在這邊 我們外面有一個可能 可以做一個框 白色的框 或是一個多用一個余額空間 把它行錯框起來 這樣的模式 你才能讓你的使用者 看到一個是一個舒服的感覺 他才會有心情去看 你的廣告下去 不是一坨東西讓他看 感覺就有陰兒 因為你一頭塞得滿滿的 一個四方 塞得滿滿的一些東西 他感覺就是一種壓迫 雖然你很多東西寫在裡面 可是他感覺是壓迫 他就沒有心情看下去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 你在做的東西要外面留框 留一個框 不要塞滿 有一點雨 有一點空地 有一點白色 那才是一種美 讓人感覺一種美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是 包工計 但是記得喔 是留白的白面包工計 留個一些白 讓人感覺舒服 讓人感覺舒服 沒有廣告才吸引人 OK 掰掰 最後是誰進來 OK 掰掰 白色白面包工計 懂了 白面包工計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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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